欢迎来到有包心理 我是周梦许智商心理师 那这个月啊 我们要来谈一谈关于关系的议题 什么原因要谈关系呢 因为其实有包心理 它我们是一个以擅长关系议题 尤其是婚姻啦 伴侣议题为主的心理智商所 我们的所里面其实有一群 其实很擅长怎么谈关系议题的心理师 而且关系议题其实我发现啊 在现在人的生活里面 其实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爱情婚姻的这件事情 那来拥抱谈婚姻的离婚的 外遇的外遇修复的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的经验也很充足 那所以今天也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婚姻里面的一些大小事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 他很重要哦 他是我们拥抱心理博爱馆的杨所长 杨瀚章心理师 欢迎杨所长跟大家讲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杨瀚章心理师 那目前是拥抱心理博爱馆 心理智商所的所长 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 谈谈这个话题 为什么要邀阳所长 因为阳所长其实他 我们一般大家对认识的 大概就会是伴侣 伴侣资商 伴侣会谈 不过阳所长其实你好像有去学 其他的部分对不对 关于伴侣的 可以介绍一下吗 我们一般就是有做伴侣资商 伴侣资商其实是已经在婚姻的 或是关系的当下 但其实有好多的一些服务的方式是在 当这个关系要进入一个 比较长期稳定的关系之前 其实是有一些协助的方式 那比如说透过一些评仰 透过一些对话 让夫妻更能够 或者是伴侣双方 更清楚彼此的状况的情况底下 然后再迈入一个比较承诺的关系 那这就会是所谓的 比如说婚前的辅导 或是婚姻关系的评仰 然后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第一集 其实还是要来谈一下 关于这个婚姻分开的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大家可以在这个荧幕上 看到一个投影片 是110年的离婚的这个 几年几年就会离婚是不是 看起来好像不是七年之痒 这个数据大家其实都可以到内政部 去自己去搜寻到 它叫做离婚中止婚姻 对数按婚姻期间分 那它是以 这是我自己去搜寻出来 然后建构秋莱的表格 那提供给大家一个观察 那这个看到的是110年的数据 我们还没有更新 可是它其实会看到 它去统计的是 这一年离婚的夫妻里面 他们总共结婚几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有个趋势 在第一年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高的 在未满一年里面 其实大概八派 最近就有一个名人 我今天来的时候才看到他说 离了婚之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未满一年 然后它逐渐的比如说一年两年一直到九年 其实你会看到这个趋势是递减的 汉章在你的经验里面 什么原因其实 它是慢慢递减的 好像有这种老夫老妻的感觉 反而是递减 有部分可能是他们已经通过一些协助 去解决一些婚姻的冲突 那或者是他们各自已经先调整好 对婚姻的期待或看法 但有一些是用容忍的方式 容忍的方式 然后让婚姻可以维持下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波 大概在十年开始 它的数据是整个暴涨的 大概是13%的时候 所以它就会是另外一波 开始结婚这段时间的伴侣 开始会走向离婚 这里面可能的原因就是 他们就发现婚姻的问题无法解决了 或者是有可能如果已经有孩子 是等到孩子长大到一个程度 就觉得可以分开了 在你谈的经验里面 有一定的比例是因为孩子长大了 然后好像就可以来谈离婚了 对不对 这个是不只是在工作里面 其实在一些坊间的一些 一些资料都可以看到这个现象 了解了解 OK 那我们来看后面好像还有一些资料的部分 其实这边也在谈 就是说这个是婚姻的这个 这个绊脚石 就是最常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离婚的 不知道观众朋友你们在看的时候 你会因为哪一些原因让你想离婚 我觉得像我有去 我的脸书有去参加那种什么靠北婚姻版 很多人就会说什么外遇 然后婆媳议题 不过这边的这个 汉章你的数据统计 蛮有趣的 这个这张图他在讲的是什么 这个是国外一个欧神博士 他所做的一个大型的调查 他针对美国已婚的伴侣进行调查 然后他的样本数非常大 你可以看到其实4万多对 然后他去调查这些伴侣 他们觉得这婚姻里面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有做出这个百分比的一个数据 所以上面的数字是百分比 不是个数 他们就发现他们的婚姻里面 夫妻觉得绊脚石其实首先 第一个就是觉得对方太顽固了 对方太顽固 你有遇过这样的吗 我在想这应该是蛮 蛮常容易听到的说法 都是对方就是 都是对方的问题 对方都不改变 对方坚持 对方自以为是 这些我在想这样的抱怨 其实都好像是在说 我们在认为婚姻的问题 是对方太顽固了 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包括别的 所以观众们你可以看 在这个界面上看到 有好多包括是 甚至第二名就是 当有孩子之后 其实婚姻满度就减少了 在婚姻治疗大师 就是Galabin 他们研究就发现 孩子出生这三年 这三年 对这三年 有点像是一岁到三岁 就是夫妻的关系会大 很剧烈的下降 那这其实在说 孩子出生 它是一个对婚姻来说 一个重大的任务 那这个任务其实会引起很多彼此的问题 那后面其实还有 就是伴侣冲突的尽力避免 就是很尽量不想要去增加冲突是不是 是 那这个可能会是在 比如说有比较多是在男性身上看到 有许多的男性他其实不想冲突 所以他们 男性不想冲突 他们不想要冲突 所以他们很容易在 有紧张的时候他们会撤退 对啊大部分都是这样啊 对那这就容易引起伴侣的一个不满 对 伴侣就会觉得 伴侣就会容易认为 你不想沟通了 然后你要逃避问题了 那这就变成另外一种冲突的来源 我自己是女生 我就是我就是最想 最最讨厌看到我的伴侣 不理我的那个时候 就是整个会你知道吗 对 整个会更加的愤怒 就是会进入一种 真的是歇斯底的状态 我真的好奇 看到就是男生为什么 反而男生其实不太想要冲突 我的经验其实有些人 是因为他过去家庭的经验 所以他其实不太想要 在自己现在的婚姻里 没有重复这件事情 所以他心里面有个信念就是 冲突是不好的 那这就会涉及到这一个人 他自己对冲突的 处理的能力跟信念 那另外一部分是 多数的男性可能在 处理情绪的能力没有这么好 那我自己作为一个男性 我也知道 比如说在成长的过程 这些学校的教育 不是那么鼓励男性 去知觉到自己的情绪 甚至去处理自己的情绪 所以许多人处理情绪的方式 就是逃避 就是我什么都不管 我不听 我不看不讨论 那这是他们处理情绪的方式 可是这也正式去呼应出来 他们处理情绪的方式 会加剧关系你们的问题 因为我看到下一个 75%的是 就是76%还有一个是 好希望我的伴侣可以更愿意分享他的感觉 我也很常在伴侣諮商里面听到 通常是女性啦 女性真的会说 我那时候就只是想要了解你的 你在想什么啊 你的感觉啊 然后你就会看到先生就坐在那边就 嗯我没有感觉 这也很常遇到 不是 那这样的状况 其实就像我刚才提的 就是我们到底 有没有被训练好去觉察自己的情绪 那因为我们要能够表达自己的感觉 首先我要先能够觉察到老 是 然后我甚至有能力去说 这是什么样的情绪 那如果缺乏这两个 当然就是我什么都没有 了解 那当然这也包括是在我们的文化 在我们的语言里面 都说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们都说我觉得 那这样的说法很容易 说出来都是想法 其实不是感觉 我觉得是想法 有时候也会说我感觉 对 可是说出来还是想法 比如说男生通常会说 我感觉你很凶 对 我感觉你生气了 我感觉我的老婆不开心 这些都是想法 对 比如说我感觉我好像没有用 这也是想法 这不是感觉 那感觉会是 比如说我觉得很挫折 我觉得很生气 我觉得我听到我的伴侣说 我觉得很挫折 我觉得很生气 我觉得我会更生气 是 但这就是表达感受 所以可能我们要调整自己 说不定你的伴侣 已经在表达他的某部分的内在了 只是他说的是想法 哦 我懂我懂 OK OK 好 他这样好像后面 还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让我们看一下 对没错 是 但在这一个研究里面 其实也在呼应 为什么现在的婚姻问题 这么严重 其实这些 或许各位观众你看 有可能在你的经验里面 对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需要想办法 能够看看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 是 25个差异 是 那我刚才提到婚姻治疗的大师 这John Garman 他其实就是一个 专门在研究婚姻感情的一个专家 他在一本书里面提到 伴侣或者夫妻 可以用8次的时间 去讨论某些议题 那这些议题 他都认为是在关系里面重要的 是 那他在书里面列出了 这25个差异 他其实在说 人跟人之间 其实有这么多的差异 这么多的差异 如果我们都没有去讨论 去沟通 去协商 那当两个人住在一起的时候 这些差异就带来 很大的冲突了 不过其实我觉得 这真的很像 韩章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 结婚之后真的很复杂 就是你看25个 我觉得 但是我们其实临床遇到的是 更多更复杂的 然后但是其实我们 通常在做 因为 当然婚姻资商是 我们资商所有的大众 不过现在其实我觉得 年轻人 其实他们有一个趋势是 他们结婚前 也会想要来谈一谈 可是因为其实我觉得 伴侣资商 大部分其实我们是 真的是比较像是 以问题解决 关系疗愈 为导向 其实我们比较不会是 事前真的去比较全方面的来了解 你们现在的关系 到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所以 但是其实婚前咨询 如果 而且是一个量表的方式的话 它其实是比较全面的 当然不会看到25个这么多 但是是一个 比较 比较全面的一个看见 是 那关于所谓的 婚前辅导 或婚前智商 彼此的差 我在想每个学者 有不同的看法 那这边列出来 就是江哥们的说法 其实在婚姻资商 也常常会发现这件事情 有时候谈一谈就发现 你会听到其中一方就说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原来你是这么样以为的 那这也在反映所谓的差异 很像我一样好奇的是 如果已经结婚了 到底有没有一个数据来统计 怎么样的夫妻 他们在一起是真的比较开心的 然后他们的关系经营 其实是比较好的 那这也是欧森博士 他们所做的研究 他们就针对快乐的夫妻 跟不快乐的夫妻 去分析他们的差异 深色是快乐的夫妻 对 深色的颜色是快乐的夫妻 就会看到深色的部分的比例 都比较高 深色是不快乐的夫妻 那他们发现这几个面向 沟通 亲近 弹性 相容性 跟冲突解决 对 这几个面向 其实快乐的夫妻 比例都比较高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的部分 都是跟沟通相处有关的 比如说沟通 亲近 弹性 跟冲突解决 这是比较是历程的 然后其中一个叫做相容性 对 这是什么 它指的就是 你们彼此的差异跟包容的程度 是不是比较高的 你说我们的差异比较小 对 差异比较小 还是差异大 但我们平常高 我们包容度高其实也算 这指的是相似性的部分 那因为其他的部分 比如说沟通跟冲突解 也就是在面对我们有差异的时候 对 可是如果夫妻本身的差异比较小 其实有研究章已经指出了 相似病比较高的夫妻的 婚姻满意度比较好 而且有比较低的 富项的情绪 案中有没有遇过有一种伴侣 我自己就是也蛮有趣的 就是说可能有一种伴侣 他们的确在婚姻里面满意度很低 是因为例如说有一方他表达能力很好 然后有一方其实就是一种 很沉默很沉默很沉默的 你可以说他们的相似性其实很不同 不过好像其实关系也可以维持个几年 然后真的就像第一张图一样 到了某一个某一个时候 有一方真的就受不了 然后就会来谈一下 你有遇过这样子 这部分我目前还没有遇到 但是我可以理解你刚才说的情境 那婚姻可以维持不代表 婚姻有高的满意度 那我只能说这是两件事情 有些婚姻继续维持是因为别的原因 但彼此不快乐 那这部分我在想就是回归到夫妻 是否还想要用这样的方式维持婚姻 有没有一些问题想要去解决的 了解了 这张图很重要 就是我觉得各位观众 你也可以看一下在你的 你跟你的伴侣的相处里面 你们的这五个部分 大概是呈现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 好 那因为今天时间其实差不多了 我们第一集的部分 简略的来跟各位分享 这个各个不同的研究里面 怎么样来说明这个婚姻满意度 还有婚姻里面其实会遇到的事情 每周五这个月我们都会又花时间来谈关于关系的部分 下礼拜我们用两集的时间来讲关于婚姻关系里面的沟通 这真的是我们在伴侣资商里面最常遇到的困难的议题 拥抱心里每周五晚上就会在我们的脸书 还有YouTube频道会有这个节目的播出 你也可以就是私讯我们 告诉我们你这个月或下个月想要了解的议题是什么 我也会收集和安排人选来跟你们分享哦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咯晚安 拜拜